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你有自己的嗎?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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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開始之前我就要聽一段音樂 順便認識一下我 那我現在的主題就是認識自己 勇敢 勇於夢想 思考 計畫 行動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 對我認真決策的三部曲 然後大家 聽一下這個音樂 很熟悉 因為 大家都喜歡看電影 這就是一個電影的主題曲 然後 我希望大家等一下 就是說我會互動比較多一點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居所 因為我覺得 我是在講我的故事 但是我希望也是 同時也在陳述你內心的故事 好 好 有人可以跟我講這個音樂 是哪一部電影的音樂嗎 舉手一下 我可以提供一些incentive 就是說 現在目前在做很多 或是可能要集團進入社會 我可以幫你們修resume 免費的喔 很多我以前是花錢的 我都是別人付我錢我幫他修的 沒有人知道 那我們等一下公布答案 太可惜了 有沒有提示 蛤 有一段時間的 這個電影有一段時間 但是不是最近上的嗎 沒關係 等一下還有機會 好 Spider-Man 我為什麼要講這部電影喔 其實我相信剛剛有導演 在我們現場他應該給我了解更多 我很喜歡藉由電影來認識我們的人生 那我覺得是說 這部電影其實對我影響蠻深刻的 我覺得是說 Peter Parker最終就是他認識的制度 他就是他了解他自己是怎麼樣的 可能大部分人 他覺得他一開始 他前半生可能 他只認識他這部分的自己 覺得他心情的深處是這個 可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不是因為他有這個能力 他才能成為Spider-Man 我覺得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Spider-Man 每個人自己的心中 或者自己的Skillset 或是你過去自己有自己的故事 你在跟別人Present自己的時候 跟別人介紹自己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告訴別人你有什麼 而是你告訴別人 你過去發生了什麼 你的故事是什麼 你可以是你自己故事中的主角 不一定主角是Superhero 除非這個電影的開頭是Spider-Man 如果這個電影開頭是什麼 轉角遇到他 他就是配角 所以這個不一定 我的三個主題 認識自己 勇於夢想 思考計畫強動 一直以來就是一直 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一開始在大學時代 就開始有這樣的想法 或是建立這樣的Model 而是一直到 從回國進入職場圈之後 我才開始有這樣的想法 跟這樣的 有點像是對自我的slogan 然後一直用這樣的東西 鼓勵自己 認識自己 我其實先想大家 傳遞大家 我今天不是要帶一個新的idea給大家 我跟大家講的idea是 大家一直在不斷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人中 得到這些新的資訊 我不會bring給大家一些新的資訊 但是我告訴大家 如何利用這些資訊 大家大部分是用什麼樣的方式認識自己的呢 可能很多人是靠讀書啊 或是靠別人告訴你啊 或是靠 就是說社會環境 你跟一些人的互動中去瞭解自己 那我用我自己的經驗 我是怎麼樣認識自己 很簡單 就像剛剛很多分享的 其實我蠻感動的 就是去衝去闖 去嘗試 去嘗試一些不能的東西 當你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就會認識自己 因為in the end 就是不好意思 我英文不是很好 但是就是有時候喜歡道英文 對 大家可以 等一下自己一樣罵我英文 講說不 這麼標準 但是還是很喜歡道英文 就是說 in the end 就是在某一個晚上 或自己獨自 面對自己的時候 那是很刺人的 你就會知道說 自己什麼樣子就是 但是你 當然如果你做很多事情 很成功的 別人都幫你鋪好路 或很多事情你都做得很順 最後你就會迷失自己 所以 我覺得挫折 不斷挫折就可以 一直讓你認識自己 讓你成長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前世主 好 這個人是誰 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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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什麼名字 好 讓你轉 來 誰知道叫他什麼名字 好 答對一半 好 我等一下要送你一半的 service 那全名叫什麼名字 沒人知道 Steve Rodger 好 Steve Rodger 好 我為什麼要介紹他呢 其實 我為什麼不po他美國隊長的照片 因為我覺得這才是他最誠實的他 他為什麼會被選為美國隊長 不是因為他外表多相撞 而是在於他的人格特質 那個博士會選擇他會成為美國隊長 幫他駐身那個 幫他成為超人計畫中的一個 他是說 他可能應該講過一句話說 我看中你是你的人格特質 因為你的擁有絕對力量的人 長期擁有絕對力量的人 他絕對沒辦法去了解 一般人得到這個力量之後 他能夠做些什麼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現在 我很感動的是說 大家有很多不同 在不同專業領域面 去做大家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鼓勵大家去做這些事情 尤其趁年輕的時候 我比你大十歲 我很後悔 我到現在 比如說到兩三年前 我才知道這樣的感覺 你現在有這樣的做法 趕快去做 為什麼 因為你有時間去挫折 我們 我們最大的資源就是時間 你當你時間用掉 後面實際就越來越少 所以說趕快利用這樣的時間 去接受挫折 那 我要介紹他 他也是我的 role model 因為他不是 他可能不是所有的那個 Marvel系列裡面 英雄裡面最強的應用 但他覺得是最值得尊敬的應用 因為他可能會犧牲他自己的生命 去成全所有的人 因為他有他的 他的 value 在 我今天我覺得想 大家心中有 value system 賺錢很重要 剛剛那個導演講的 非常重要 因為我不是第一次提出 我看到他賺錢很重要 但是你如果心中沒有 value 你賺錢就沒有價值 很重要 為什麼要介紹他 因為我以前長得像跟他一模一樣 真的啊 我真的長得跟他一模一樣 我以前在高中的時候 我都成功高中 長得跟他一模一樣 真的很怕 然後出去聯誼的時候 沒有人理我 然後我去跟女生要電話啊 都沒有理我啊 就我很自卑 所以我就變成說 所以我都遇到錯誌 我開始了解我自己了 這時候就開始了解我自己 然後我怎麼去了解我自己呢 就讀書運動 大家很感動 運動很好 我覺得我每次去運動 我覺得我遇到很大錯誌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遷怒於別人 那我的方式就是去跑步 然後跑到自己很累很累 然後腦筋變成一片空白 這時候就會開始有一些新的想法出來 然後我就會想去跑步 去做這件事情 勇於夢想 Dare to dream 一定要去夢想 我剛剛看到一些Slogan說 欸 就是說人因夢想而偉大 然後我自己的認知是 人沒有夢想就不是為人 就像死魚一樣 就是那個周星馳的電影 人沒有夢跟一條死魚一樣 真的 要夢想 我自己現在也是有很多夢想 那有些小夢想 夢想不分大小 只要你有夢想就去做 這非常重要 好 問題要怎麼會出現 這個是誰 舉手 舉手 舉手為什麼大家忘記了 馬丁入手 Yes 等一下記得來找我登記一下 我要提供我的設備給你 最有名演講是什麼名演講 來 舉手 舉手啊 怎麼不是要回答 我要點名啊 你們都忘記了 我有一個夢 我有一個夢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離開學校太久了 請問一下 現在高中課本 還有沒有這篇文章 有 好 等一下 私底下 假設他的年輩出全部文章給我的 我提供兩年的年輩服 他是我的偶像 我所有的演講 我在練習 我從高中開始參加演講比賽 大學 沒有參加演講 大學就沒有 大學就比較低調 然後 出去到國外 參加presentation 國外的人就是 維持一張 就是說 Asian You should be just do the financial 就是說 這樣好 你應該在後面做一些什麼 做一些文字工作啊 那個presentation 就把外來就好 但我都會這樣fire 說為什麼 這是steerotype 這不對 那我覺得 為什麼要舉他 因為他有夢想 美國自從 獨立 就是那個 人權權 就是他們的那個 黑白種族隔離 的這個條文 就是廢奴廢掉之後 一百年之後 這一百年間 美國還是太多種不聽歌 但他就有夢想 雖然他最後死了 但他現在仍然被人民記憶當記憶 記住 那我去美國 其中一個因素也是因為他 因為我一直 我在高中練習 演講比賽的時候 他的speech 就是我的一個role model 所以我一直 一直背這個speech 所以我那時候想去美國 我研究在這裡 好 結束 因為你都太久 因為這不是我們的活歌 我覺得 美國人 不是最厲害的男子 他也不是最厲害的國家 但是 台灣媒體 或台灣人 有一些 不是你們 你們都是非常忠明的 都會覺得說 去過美國 就等於有國際觀 去過美國留學 就等於國際觀 不是說英文講的厲害就是有國際觀 像我們剛剛有一位分享者 有去過丹麥 然後去Cambridge這些地方 我覺得很棒的地方就是說 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那國際觀是怎麼來的 是來自太多太多的地方 來自你跟人 你去怎麼樣去感受每一個人 感受他們的想法 感受他們的故事 然後把他們的故事放到你自己身上去印證這些故事 是不是真的 真實在發生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要說 我去 怎麼講 我就去那邊上課 然後就好像在當好學生 其實 我們人生不是只當好學生 就是你要去experience 你如果不懂得去experience 去observation 去感覺 那你就會失去很多體驗的機會 這樣子 那再過來我要講我的夢想 我追逐我夢想的計畫 就是我那時候就決定去美國 我去的就是密西根州 密西根州在這裡 他們其實 他們區域計畫 他們區域人 對自我的 自我的認同 是非常高的 像密西根的人 他們介紹自我的時候就說 密西根在哪裡 密西根就這樣子 然後就手就擺起來 他就說我家是在中間 還是獅子上面 這樣子 就沒辦法這樣我去啊 那我就開始學起來 就是台灣 台灣也像這樣子啊 我就不住台北 就是 就是有樣學樣 不然蠻歷史 那 那一般人去學校都是坐飛機嘛 這個地方應該沒有人知道在哪裡 這個 有知道在哪裡 提供10年服務 這個 這個知道在哪裡太厲害 這個是 Chicago的Union Station 芝加哥的聯合車站 那我那時候是 先去芝加哥 然後再從芝加哥搭火車 搭美國火車 就是 誰回家 滴滴狂 去我的學校 不是去 人家都是轉機 我是轉火車 這是蠻特殊的一個經驗這樣子 我們學校非常漂亮 這是我們學校 沒錢去歐洲旅行 可以去我們學校 真的啊 這不是城堡嗎 有人跟我講 這不是城堡 欸 怎麼跑 怎麼跑到這台 你可以幫我回來 不好意思 按錯了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讓大家那個 好 這是我的學校 我們學校 這裡我們的中樓 我們學校1825年創立 不好意思 廣告一下 因為 MSU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對我影響非常重大 就是我剛剛的人生的三階段論 第三階段在這裡完成 第三階段在這裡完成 等一下我把故事告訴大家 好像我只要兩分半很快 好 我是在MSU Michigan State 是讀MBA MBA就是氣管研究所 在台灣就是氣管研究所 那我們很機會 我們 MBA是比較特殊的 我們MBA是 因為 MSU Michigan State 他是非常鼓勵 多個國家來他們學校 所以他提供很多獎學金 那我很 我很幸運 我也得到獎學金 當然中間有些技巧 那私底下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MBA在美國就是說 他是教你怎麼去找工作 他教你怎麼去修流利 教你去做這些東西 所以我第一天 我在MBA朋友館第一天 就是你知道嗎 我人生中最大的挑戰 講英文最大的挑戰 就是說 我今天進去 大概遇到一百 大概遇到八七八十個人 然後全部看著我 說要跟我講話 然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每個人講自己的話 那我不知道他們講什麼 我的名字 你的功效 然後整個晃掉 然後最重要是 你要有這個東西 Nantate Nantate 我的名字叫Han Wei Chan 不好意思 這是美國人發音啊 他們始終是發表正確的 就叫Han Wei Chan Han Wei Where are you? I'm here 對啊 我就每次都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我同學他們都很高大 然後每次排隊 都排到後面 就整個被擋住這樣子 然後每次被點名的時候 我說我在這裡 就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他們都打始終 中西文的大師 所以我每次去求職的時候 我都 戴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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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練習Hanshaking 練習Hanshaking 這樣子 就是每天都要練習Hanshaking 然後說 對著鏡子 跟我跟大家講 跟自己講說 Oh I'm confidence 然後當然有教一些 很多Business Business的一些Value 一些東西 非常 這些東西都對我 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 那在這求職過程中 我當然遇到很多的 就是說 挫折啊 那 尤其是這種 就是說 這些挫折 讓我了解到 我最後一個 最後一步非常重要 思考計畫行動 你每 心中有的想法之後 你要開始想說 我要該怎麼去做 你要開始去計畫 計畫的中間 你就要開始搜尋 就是需要的人 事物 金錢 沒有錢 什麼都不行 剛剛那位導演講的非常重要 我 深刻體驗到 Sink Action Plan 每一個動作 都有一個來回 不好意思 那多浪費一分鐘的時間 好 我們不要再講完 就是 你當你想要做這件事情 你就要計畫 你沒有計畫 你的行動完全沒有依據 當你要行動的時候 你發現你的行動的問題 你就要退回再計畫 再回去反省你的計畫 到底有沒有什麼瑕疵所在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 所謂Process Cycle 那 Every Time Works 只要這個 Cycle 可以 基本上就行 我分享我家客人的經驗 我回台灣之後 這是我辦下午會的狀況 我那時候也是缺錢 缺錢 什麼樣 到處去募款 那我就像美國隊長 那個什麼 那個Fury 就是那個戴眼鏡蛇 那個 那個 獨眼龍 那個傢伙 對 我就到處去Google 看我們學校校有了哪些人 然後我就 就去拜訪 他說 欸 你不要成 來加入我們Avangel Team 這樣子 然後就很多不理你啊 就是要參加 不理你啊 所以你要開始把你的願景 跟他們講 然後啟發他們內心的自我 這樣子 欸 不知道 這個最重要 這我們學校的那個 跡象物 他每次都看著我 為什麼 我要鼓勵我自己 是說 永遠不要忘記你心中的自己 自己是誰 你要一直要執行你心中的那一個 真實的自我 然後追逐你的夢想 思考 計畫 行動 謝謝 謝謝 You will find till to the last moment 即便你是平凡人 詳細有道路這邊 你知道嗎 你是平凡人 但是你還是可以做 你可以做的事情 你還是可以做 超級英雄 用你的方式 做你的超級英雄 謝謝 很謝謝他一個人帶來我們 他的這麼多精采的分享 他也很鼓勵大家能夠有感去做自己 那我們今天的活動 大致上就在這邊告一段落 就是我們的主題式的分享 就會結束了 待會就是大家可以自由活動的